恐怖的悲劇作品 就是像 螢幕上這九個 然後他的作品 他最主要的特色是 他在劇本裡面有用 比較長篇大論的 像是獨白跟對話 然後 他也會用歌隊 把五個幕 會在五個幕的中間 穿插歌隊 在五個幕中間 然後他的劇本是 比較偏向血腥暴力 然後還有一些鬼魂 還有巫術這些可怕的主題 然後裡面就拿 伊底帕斯當例子 就是 Cynica他的伊底帕斯 跟Sophcliss 不同的地方是 就是他 在劇中有大量的獨白 劇情 劇本一剛開始就是 伊底帕斯自己的 就是三頁的大獨白 就是他自己在講說 他的一些背景 然後 獨白他比較多是使用一些 描述自在自己的感受 就是自己跟自己 對話跟思考的部分 然後也有講到 就是當時 迪比斯的瘟疫 然後去形容他瘟疫 那個時候當時的狀況 然後還有最後的結局是 那個 Jocasta叫伊底帕斯 把他殺掉 就是跟Sophcliss不一樣的是 Jocasta是自己自殺 然後在Cynica的劇本裡面是 伊底帕斯殺死Jocasta 然後伊底帕斯在自己 把自己放逐掉 然後 在Cynica的版本裡面 就是伊底帕斯也一直說 要怎麼去懲罰兇手 然後要一直把兇手找出來 可是在原著的部分是 他有講到是說 如果兇手自首的話會重情 所以就是Cynica比較著重在 比較暴力的部分 就是要怎麼懲罰怎麼懲罰 然後不會有一些憐憫的心 然後他的歌隊就是 跟劇情沒有主要的關聯 就像他其中有一個部分 是在講歐洲的由來 就是他跟上下文沒有什麼關聯 所以可以把歌隊從 這五幕的中間拿開 就是也對劇情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後Cynica是受到 希臘悲劇的這些劇作家 就是這三個的影響 然後所以就是他的劇本 都主要是取材自希臘悲劇 然後他對後世的影響是 像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沙士比亞 然後像沙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還有就是也有出現像鬼魂 然後還有復仇 然後跟一些就是 比較血腥暴力的部分 然後這些都是 就是受到Cynica的影響 這樣子 好 謝謝老師 大家好我是6號我是黃俊平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部分是羅馬的劇場 羅馬的劇場他們早期就是 就是他們都是用木頭零食搭建出來的 然後演文出完之後就把它拆掉 然後要演出的時候就把它搭建起來 然後這是因為他們 這個是在因為他們在共和時期 他們的政治主要是以元老院那種為主 然後就是他們都是用民選出來的 所以就是因為就是如果越多人民支持他的話 他的權力就會越大 因為大家都會聽他的嘛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就是 因為劇場他們裡面很多這些娛樂的形式 然後人民就喜歡來看 然後他們就會獲得比較多人民支持他 他說他比較好他會有一些這些活動 所以他們認為就是 他們那個時候就認為 如果有人建造一些就是 永久性的劇場 或是私自養一些劇團的話 就是他們人民就會比較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就 禁止說不能私自養劇團 然後也不能建造永久性的那個劇場 然後一直到了西院前55年 那個龐培將軍他才蓋了第一座 永久性的劇場 然後他能夠蓋 因為他一樣也是會被反對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明定規定不能蓋嘛 然後他為了怕被大家反對 他就在他蓋那個劇場上方 就蓋了一座維納斯的神廟 然後會蓋維納斯的神廟 那是因為羅馬人他們相信他們是 特洛伊人的後代 就是後裔逃到這邊 然後才會 那時候因為特洛伊不是有那個戰爭 木馬屠城他們被攻破之後 他們相信是有一個人 叫做 埃尼阿斯的人 尹尼阿斯 尹尼阿斯 翻譯不太好 聽老師的 尹尼阿斯 帶領他們逃出來 然後 這個尹尼阿斯就是那個 那個 維納斯女神 和一個團間的一個王子 所死生下來的 所以他們相信就是維納斯他們的國母 所以他就在上面就是 共擺一個他的神廟 就是有一點寄神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也很 就是不敢動他 就是他們覺得這是他們很重要的神 嗯 所以還是把就是 就是第一個把它建造出來 然後雖然它是第一個建造 但是它在建立七年後就是還是被拆毀了 然後 這邊有一個就是 根據一些 考古學家就根據一些文獻資料 然後就想像出來 這個地方 你們看到這個 突突的這個 這就是當 啊! 對不起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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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對 這個就是他們來 就 供奉 文獻師的地方 然後 接下來就要講到他們的那個場地 他們跟希臘 其實他們跟希臘的劇場也是很像 就是 這個半圓形的就是觀眾席 然後這邊是舞 舞蹈 舞蹈區 然後這邊就是舞台 然後舞台這邊 舞台上面有一個M字形這個 這是他們的那個 景屋 就是一個高牆 然後那個時候 龐貝建造的第一個 他的高牆有 三十五公尺高 然後他的 呃! 對 然後他的 後牆上面 都會有一些雕刻 然後 通常都會雕上那個 當時 呃! 執政官的雕像 因為 因為 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他們 有一部分 除了建造出來 就是一些娛樂大眾 他們就是 雕像 我們邊看表演的時候 可能無聊 或者看到後面就有他 就有一些宣傳的效果 就是也是一些 融入人心的效果 這樣子 這好像看不太清楚 下面有一張 欸! 後面有一張 這個! 這樣子 就在一個地方 一個雕像 然後這是 舞蹈區 就是這個地方 我現在 滑鼠移到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就是會設有 就是給歌隊走到的地方 然後 到希臘 到羅馬的時候就沒有了 那是因為 他們後來歌隊的人數 越來越少 所以他們所佔的地方 也就越來越小 嗯 然後 嗯 他們的 舞羅馬劇場 跟希臘劇場 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觀眾席 因為他們都是 像是斜坡式的嘛 然後 可是因為希臘的劇場 是設在山坡地 就是山坡地就是蓋好的這樣子 然後 舞羅馬他們是設在平地的 可是他們的 可是他們的 那個 觀眾起來是斜坡上去 所以等於 斜坡上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 就是柱子嘛 就是走廊 就是這一圈 你看到這一圈 這一圈是 就有空閒區 他們就會 拿來設為就是 購物商場 就是 因為人很多嘛 他們就在那邊 腳意買賣這樣子 嗯 然後 這個是 舞台的部分 然後 接下來 是 講到 他們的 原型 露天天劇場 因為上次 便當也有講過 他們不是只有 觀看戲劇的東西 他們還有很多 娛樂的設施 一些他們民俗性的娛樂 像是一些 格鬥 還有一些鬥獸 鬥獸就是他們會放很多 放一些 動物在裡面 然後他們自向殘殺 然後看他們 那個 搖來搖去 然後死掉 然後就喜歡 然後還有賽馬 上來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架子很多馬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這樣 這樣子 跑 然後 最特別的是 他們有一個項目是水戰 就是 也叫海戰 就是他們會在裡面放水 然後也會放船隻 然後會找很多的 演員就是一些 一些囚犯死囚 然後他們飾演一些 呃 船員 然後他們就是要 演他們 以前歷史時代的 歷史的一些 海戰的那個 歷史 然後 搬演出來 然後他們就真的在裡面打打殺殺 這樣子 然後去看他們在裡面這樣 撒來撒去 就好像在看以前的歷史發生的事情 這樣子 呃 呃 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我是104集17號 然後接下來我要報告的是 羅馬戲劇的衰弱 然後 我先講 呃 起初就是羅馬基督教 然後在 剛開始他們的 就是 基督教教會力量 就是 滿小的為不足道 因為 他們 基督教只信仰一神 然後在當時羅馬人 所信仰的神明比較多種 然後所以就基督教就因此跟羅馬人的多神信仰傳統有所抵抗 然後之後基督教 就開始積極的發展一些傳教活動 然後他們的教徒與日俱增 然後之後一直到公元324年就是康斯坦丁終於合法了基督教 然後但是因為羅馬戲劇一直以來都是教會的標靶 因為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呃 戲劇的演出總是 與那個其他 慶祝神明的節日連在一起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呃 例如在仿劇當中 就是 演出的內容就是取自於聖經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就是 其實 用來挖苦基督教 或是諷刺一些 基督教的洗禮啊 或者是聖禪 呃或者是說 基本上就是 傳教士就是 不會進入劇場 然後但是 因為 他們認為說 傳教士就是 呃 秉持著一些苦修啊 或者是清靜無為的生活 但其實並不是每個傳教士都這樣子 就可能 有些傳教士 就是私生活比較不檢點 然後 然後 待會我會提到 不 那時候的傳教士還沒有這麼厲害 那時候的傳教士沒那麼厲害喔 喔 待會我會補充 因為 誤明都很難的 好 剪點沒有那麼大的資本 好 好 OK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呃 他們會 就是 這會拿來就是 變成仿劇的創作對象 是因為 另外一部分就在講那個 傳教士就是 在信徒面前就是 一副就是道貌黯然的樣子 但其實 你的時代背景有問題喔 兩個囉 好 後來基督教的興盛 因為 加上那個 公元3393年 迪奧多西 就是立基督教為國教之後 然後基督教開始獲權 然後開始打壓劇場的活動 例如說 教會要先審核演出的劇作 然後確定內容 沒有情色 沒有過於寫心 或者是 拿聖經故事 然後來諷刺 然後才可以通過演出 然後一直在 基督教 你現在講的是哪一個時代 你博勒啊 羅馬戲劇 羅馬帝國時期 羅馬帝國時期 他們有這麼大的詮釋嗎 基督教的詮釋是什麼時候才開始的而已 有這麼快嗎 還沒有完全打壓 就是 有部分在開始 就是漸進式的 因為 主要在 呃 他們的劇場活動 就持續了 差不多在 就是公元 就是六世紀末 然後才真的就是 正式有告一段落 但在這個過程 就是 呃 沒有一個缺切的國王 或者是 尚未者 有發布禁令說 就是要禁止所有戲劇活動 就是部分劇場活動 都有在進行 嗯 然後接下來就是 呃 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 就是我剛 像我剛講的 就是沒有明確下令禁止所有劇場活動 然後但是在就是公元398年的時候 有頒布一條法令 就是 呃 第一個是 基督教如果在聖 就是聖日 然後沒有去教會 然後反而去看戲的話 然後 他就要被開除他的 教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呃 禁止演員參加聖餐 對 然後 之後呢 就是所以就 因因此然後就劇場好像就變成 在當時來說就變成一種 類似異教徒的活動 然後 而且演員也被禁止進入教會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後來就是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 然後劇場就更加衰弱 然後東方是 東 有 就開始有一些東方勢力 的加入 例如伊斯朗文化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當時有十字軍東征 其實 沒事去跟人家打算幹什麼 啊 是怎麼來的 好老師我換一個說法 就是說呢 羅馬戲劇的衰微 一部分牽扯到 他們的 就有的那種 作為傳統文化的這些羅馬戲劇活動 因此會衰微部分原因 是因為 當時還有其他 不同的劇場活動的加入 他怎麼進來的啊 怎麼進來的嗎 欸 這個嗎 西方的劇場 西方的世界啊對不對 比如說你現在在台灣 然後 沒事 但是 你會讓一個什麼 越南人進來 越南人進來 他都不需要申請監證 然後就 包括 慷慷的就自己走過來 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對 好老師這個部分我保留一種說法 但是 然後我另外一個補充的一點是 就是 羅馬戲劇就是 雖然就是 在當時已經衰落之後 可是有留下一些 呃 有留下一些東西 就是例如在就是 在敗戰庭帝國的時候 就是在他們的戲劇裡面 就是 禿頭 代表傳教士 因為 不是就是他們 他們一種 他們一種諷刺的說法 因為他們認為 傳教士 因為他們都會醜化傳教士 然後他們覺得 傳教士其實就是 並不那麼神聖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傳教士可能有跟一些 呃 是他們的說法 他們認為他們 老師 東方的勢力有什麼關係 老師東方勢力這個部分我 就是 對 可是我還要補充一點耶 好對就是 呃 反正就是 他們會認為說 禿頭代表傳教士 是因為他們覺得 傳教士的生活並不簡點 是因為 他們醜化的 當然就是事實是怎麼樣 他們也 不能缺缺的去說 他們真的怎麼樣 因為他們認為 他們跟一些 妓女或者是信徒 有一些交構 所以他們就常常拿這件事情來醜化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好我們 上一次就是 從這個 古希臘劇場 結束了以後 其實在古希臘劇場 跟古羅馬劇場 這兩段時期之間 其實還有一個時期 就是 常常你們在 就是翻那個 劇場史的時候 常會被漏掉 那就叫希臘化時代 好 就是我們所謂的 古希臘的文明 古希臘的劇場 我們通常講的是 它的黃金時代 好 就是這個 伊斯克勒斯 蘇克勒斯 跟 那麼他們在 雅典的劇場 的全盛時期 那 我們也提到過說 其實雅典後來 被斯巴達給亡掉了 對不對 之後不是說 古希臘就不見了 希臘還是繼續存在啊 希臘的城邦 希臘的文化 還是繼續在發展 而且事實上 雖然就是它的 黃金時代過去了 它沒有再像 這三個劇作家 這樣子的 就是所謂的 一個國際級明星 但是它的這個 整個文化 它還是繼續的在發展 然後跟著 希臘城邦 它的勢力往外擴展 其實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希臘文本身 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國際性語言 那這一段時期 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希臘化時代 好 那麼這個希臘化的時代 你顧名思義 你就知道 表示是說 古希臘的文明 它其實 就是藉由劇場的這個文化 它是繼續在拓展 它是繼續在發展 而且它是往外 繼續的在擴展 那麼擴張了之後 當然很多 就是在文化上來講 好 就是所謂比較上 可能是所謂的 就是這個刺激文化 比如說像古羅馬來講 它並沒有非常細膩的 它自己的文化 那它就會接受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麼 在古羅馬來講 它的早期所謂的劇場文化 好壞怎麼判定 你像不像希臘人做的 你模仿的越像 就是越好 那個時候的評判標準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 希臘化時代 其實 除了 就是這個 雅典滅亡了之後 然後接續下來 其實我們嚴格講起來 幾乎整個 所謂古羅馬的劇場 都算在這個 希臘化時代裡面 因為它是繼續在接收 古希臘的文明 當然越到了後期 它自己的東西 就會越來越多 OK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希臘化時代 那麼希臘化時代的話 最主要的一個核心 它的最高潮的時期 是在亞歷山大大帝的 就西元336到323 西元前336到323這一段期間 好 那麼亞歷山大大帝呢 它 最主要的一個貢獻呢 就是把波斯的這個帝國 因為波斯的這個帝國呢 波斯人一直以來 都是希臘城邦的這個死對頭 那麼 它把這個波斯的這個帝國 滅掉了之後 它的這個區域 事實上還一直往東 到了這個 印度跟埃及的這個部分 OK 好 那麼這麼大的 龐大的一個帝國來講的話 它如果還繼續 把它自己的政治中心呢 還設在 這個它自己原本的希臘城邦的話 其實在一個政治的這個 地獄管轄來講的話 是非常不利於它自己 的這種情況 所以它後來就遷都 把這個首都遷到亞歷山著城 好 那麼等到它遷都的這件事情定下來之後 差不多是在這個 就是希臘滅亡之後 那麼遷都了之後 所以我們這個雅典 我們剛講雅典滅亡之後 那麼雅典 因為亞歷山大大帝呢 它的這個遷都的舉動呢 你可以想像得到 既然遷都的時候 新的首都 一定是亞歷山大大帝 它自己本身 會把它所有的錢 都是砸在這裡 所以所有的這些活動還有建設 全部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快的亞歷山著城 它就把過去雅典 它在文化上面的優勢呢 就讀過來了 那它成了一個新的 就是這個西方的文化中心 那麼這個西方文化中心 它的地位呢 就是會被再新的城市搶走 那是一直到埃及艾後 Cleopatra 那麼它就是兵敗自殺之後 那麼是差不多是西元前 31年的這個時候 好 那我們看到希臘化時代呢 有一個非常 就是跟過去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統治者 那麼他們開始呢 就是喜歡把自己的生日 好 或者是跟別人打仗 然後打贏的 那個紀念日呢 就把它定成就是國定假日 像現在國定假日很少 過去有一段時間 那個國定假日很多 什麼講公 誕辰也有紀念日 然後世事也有紀念日 好像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麼在當時來講呢 就是說 開始就是起了一種新的這個風潮 比如說亞歷山大大帝 它自己本身也是一樣 好 生日就放大 然後放假就變成國定紀念日 那既然放假變成國定紀念日 那既然放假變成國定紀念日 表示什麼 一定要有慶典活動 才熱鬧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就助長了劇場的發展 也就是說劇場這個時候 大家放假就有錢 有空 來你的劇場看戲了 那就是你賺錢 你營業非常好的這個機會 所以 基本上來講 這些國家的統治者 是把自己當作神明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就是 情況呢 到了古羅馬的時候 它會越演越烈 所以我們看一年只有365天 到了羅馬帝國 它最高章的時候 帝國全盛的時期的時候 它一年像這樣的假期 可以放到290幾天 所以 好爽喔 好 一天就在那邊放假 對 很開心喔 可是這就是羅馬怎麼滅亡的 我們到時候就會看到 好 那我們看一下希臘化時代呢 事實上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 其實劇作 就是所謂經典劇作 經典作品的這些 呃 全盛時期已經過去了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劇場裡面 過去都是像亞里斯多德啦 呃 不是 像這個 或者是 或者是Sophocles 或者是Uridis 這三位呢 就是他們是劇作家 那過去的劇場也是 劇作家是老大 可是這個優勢呢 慢慢也沒有了 因為再也沒有這樣子的劇作家 那麼他的這個氣勢跟能力 是足以去主宰劇場的 那這一個主宰劇場的這個勢力呢 慢慢移到哪裡去 移到演員的這個身上了 OK 好 那麼另外呢 既然移到演員的身上了之後 那麼劇場本身 好 的發展呢 就不像過去這麼回廣 那麼從希臘化時代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東西的興起 也就是劇場的評論 所以希臘化時代我們可以 從開始呢 是從柏拉圖 好 柏拉圖的時候呢 那麼柏拉圖其實基本上來講 他是非常的 呃 蔑視就是我們所謂的民主制度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 雅典是怎麼亡國的 雅典就是民主 民主的結果呢 從人民做主 然後變成了 大多數人民的民呢 他就是操縱 然後變成一種暴民政治 所以我們知道到了雅典 就是快要滅亡的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 Euripides 事實上Euripides那個時候是 非常有膽識的一個悲劇作家 他在他的戲劇作品裡面 他一直是反戰 他一直很希望 雅典跟斯巴達的戰爭 他知道走下去絕對沒有好事 可是呢 雅典人怎麼回敬他 把他給放逐 他最後是老死在異鄉異地 OK 所以柏拉圖基於這一點 其實他是非常反對民主的政治 所以他對於劇場戲劇的管理呢 他是提出了censorship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審查制度 如果任何的劇本 他裡面的意識會傷害到就是這個國家 就是所謂會動搖國本的 他就不應該讓他有演出的權利 好 那麼接著呢 雅里斯多德他的詩學 那我們知道詩學其實是第一部 這個把戲劇怎麼樣去批評 怎麼樣去評論的一個經典 這個戲劇理論的一個經典書籍 OK 好 那我們到了希臘化時代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劇場他慢慢的不是在去依靠 就是單純的慶典活動而存在 他慢慢越來越走向職業化 他變成一個常態性的一個機構跟建築 那麼職業化了之後我們剛剛也講到 有演員不再是劇作家的這個天下了 那麼最主要主控權的就慢慢到了這個演員的身上 那麼大概在新元前277年的時候 那麼他們就成立了所謂的Guild 就是這個工會劇場工作者的工會 那麼這個劇場的工作者的工會呢 他們還是尊奉九神 Dionysus成為他們的這個守護神 那麼這個工會呢 仿劇的演員是不准 所以這個仿劇Mind 包括Pentamide 在裡面 他們是不准加入的 為什麼不准加入 因為Mind跟Pentamide 這兩種劇種 他是比較 在他們當時來講 比較上來講 他是屬於比較落後的 他是來自於鄉野 所以他們的表現方法 基本上是以模仿為主 所以他的所謂好不好 Mind或Pentamide 仿劇的他的這個標準 是你模仿能像不像 那麼在當時來講的話 覺得這種表現方法 是不講求技術的 就是有人天生就會模仿 好 所以在他們來講 這是很不入流的東西 真正的戲劇 他們認為是需要經過 嚴苛的這個訓練 聲音的訓練 肢體的訓練 它不只是模仿 它還有更高層次 更精緻的 象徵意義的用法 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排斥 好就是仿劇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在古希臘時期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出土文物 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劇場的 那個時候呢 是像黑桃或是彩桃的文化 好 就是像水旺啊 或者石器 好 就是使用這個 器具上面的這些圖案 那麼我們到了這個 希臘化時代以後 慢慢看到呢 就是所謂的香籤化 香籤化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是用不同顏色的小石頭 來拼圖案 好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看 那個找石頭的話 這機率 這是看機率的 有的時候就是 沒有剛剛好那個大小 那個顏色的石頭 你可以用 所以這個 就慢慢衍生成我們 今天所謂的就是磁鑽 就是怎麼來的 好 所以為什麼羅馬磁鑽 那個牌子叫做羅馬磁鑽 就是這個原因 OK 所以這是亞歷山大大帝 然後這是Cleopatra 就是歷史當中 非常出名的埃及艾后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在希臘化時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剛開始 那麼它的這個風行的劇種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新喜劇 那麼我們也知道 新喜劇基本上來講呢 它已經跟過去舊喜劇不一樣 它就是足重的是一般所謂的 就是一般平民百姓 它的生活 好 所以他們穿著呢 也就是當時人們怎麼穿著 就跟著怎麼穿著 那麼它故事的主題最主要 都圍繞的就是什麼 愛情故事 那通常呢 他的這個愛情故事呢 也都非常的典型 就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 然後呢 他愛上了可能是一個酒家女 那不管是不是酒家女 一定跟他的家庭背景 身份地位是不合的 好 所以就會遭到家裡面 老爸爸的這個反對 那遭到反對了之後 他就要想辦法呢 怎麼樣去 還是就是在反對的情況之下呢 他還是想要的 他想要得到的這個女孩子 他會想辦法去爭取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都會得到家裡面的 這個仆義 就是仆人的這個幫助 那這個仆人 當然我們也有講過 他夾在老主人跟小主人之間 所以常常也是會有他的一些 兩難的狀況 那就要靠著他自己的機制 去排出這個困難 那我們看一下 在新喜劇的時候 我們說過 其實呢 在新喜劇時期呢 那麼最重要最著名的一個作家呢 是明南德 好 很好玩的是明南德 他這一生當中呢 他最崇拜的一個作家 其實不是一個喜劇作家 而是 所以他的作品 其實很多 他雖然是寫喜劇 但是他作品裡面很多的這個 寫作的技巧 或者是說他的這個故事的取材 他其實是直接來自於 Yorubadis 是一個悲劇的作家 那其實我們回頭看看Yorubadis的作品 其實有很多地方很好 就是說 其實像他的Ephigenia Tourist 好 名為喜劇 可是這個喜劇很好玩的 沒有人死掉對不對 然後最後呢 還姐弟大團圓 OK 所以像這樣子的這種情節 然後就是說他 接著寫到喜劇裡面以後 其實他要更改的一些東西 好像不像是Yorubadis之前 像Sophicalis 或者是Ischelas的東西 好 要來的難處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就很多人覺得說 Menander的東西 其實嚴格講起來 你要說他是喜劇 其實有的時候還覺得是 欸 好像並不是那種 會引人哈哈大笑的 然後裡面 甚至於有一些部分的情節 會讓你覺得像真的 呃 一對有情人 然後被迫分開的那種情況 其實會讓人覺得說 還蠻可憐的這種情況 好 好 那麼這個時候還是有chorus 還是有歌舞隊 但是呢 歌舞隊他們只有在interlude 就是木與木之間 好 也就是等於是換場的時候出來 然後露個面表演一下 他們絕對是不會跟情節的發展 扯上關係的 O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Menander Melander Melander的作品呢 其實據說生前是覺得 是紀錄呢 就是根據我們現在文獻的紀錄啊 應該是很多的 但是它真正流傳下來的一部 只有一部是完整的劇本 就是老低姑 老低姑的劇本就很簡單 就是講就是說 有一個年輕人 Sostratus呢 他就喜歡老低姑的女兒 好 然後他就跑來就是求婚 那一個是農家 一個是貴族子弟 然後老低姑反正就是不喜歡 你跟我在門不當戶不對 所以就把他罵走 罵走了之後呢 那麼Sostratus呢 他就去找老低姑 他有一個妓子 就是他曾經就是在婚 然後這個太太 就是陪著嫁過來的 那麼就勸他的這個Sostratus 就說那這樣子好了 進水樓台先得月嘛 你就打扮成就是農家人 然後就到我家裡來幫佣啊 或什麼 你還是每天可以看到這個姊姊 那就再看看後續會怎麼樣發展 好 那Sostratus呢 就聽他的這個建議呢 就到老低姑家裡來工作 那有一天老低姑呢 就不小心就掉到那個水晶裡面去啊 那其實他 所謂的老低姑 他不只是愛低姑 他其實做人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 刻薄的 好 那麼因為呢 他的嫉子救了他 他突然之間就覺得 我平常對他也不好 他居然還不忌 就是不計前嫌 所以他就很感動啊 然後就你知道 有時候人呢 就是一開始發慈悲了 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就啊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好 那他也很夠意思啊 就跟老低姑講啊 就是Sostratus呢 喜歡他的姊姊 那麼你就把他 就是嫁給 好就同意了 那當然對Sostratus來講 他也知道 好對方這麼幫他呢 是因為呢 他看上他的妹妹 所以他也就回家 就去幫他 去這個提這個婚事 就是 那這個Sostratus 他的父親 一聽啦 一個呢 要娶一個門部 當戶不對的 回來當媳婦 那也就罷了 結果還居然一個嫁過去 也是門部當戶不對 就覺得心裡頭很不舒服 Sostratus 他就勸他自己的父親 你看看老低姑 是什麼樣子 好做人 不要太健常可惡 好 那麼這一關就算過去了 OK 就過去了之後呢 當然他們就很開心了 接下來就準備啊 就是這個婚禮啊 什麼的 就很奇怪 在婚禮的當天 這個老低姑好像被人家K了一下 他那個本性又浮發了 所以呢 就趕快這兩隊友情人 就趕快呢 把這個婚事給結了 就已經都行了禮了 然後生米煮成熟飯 你看你在低姑也沒用了 OK 那這是唯一留下來的 就是全版的 那其他的劇本呢 很多就是只是產卷 或者是說呢 就只有名字 就是這個劇名留下來而已 那其實呢 就是根據文宣的這個資料的話 Menander他其實 在他就是有生之年呢 其實最受歡迎的劇本 其實不是老低姑 是Somia 那Somia其實這個劇本 後來呢 也是被就是Terence Prouches 他拿去就是重新去改寫 好 好 那我們看到Menander的劇本呢 對後面的影響 當然非常大 我們剛剛就提到 Terence跟Prouches 好 羅馬的兩位 就是共和時期 總共也就只有這兩位 喜劇作家的作品留下來 我們從裡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 其實就是從Menander的劇本 基本上就是翻譯 然後有一點點的改變 好 好 那麼這個據說是Menander 他手上的這個面具呢 是年輕的男士的這個面具 然後這個是年輕的女孩的面具 跟這個老爸媽的面具 其實這個我們上次已經有看過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柏拉圖 他對於劇場的這個貢獻 那麼柏拉圖基本上呢 他其實最主要的貢獻是在哲學方面 那麼他建立了第一個西方的高等教育學府 好就是這個雅典學院 好 那麼這個當然是文藝復興時期 拉斐爾的話 可是你可以看到亞利斯多德 他最這個得意的門生 柏拉圖 然後這一個穿軍裝的 這個呢 據說就是亞利桑達 好 所以可見的就是亞利桑達 就是他的這個學士背景 也非常的這個不同凡向 好 那麼柏拉圖其實他本名是亞利斯多克里斯 那之所以他 大家就叫他柏拉圖的原因 因為柏拉圖這個字的原文的意思 是非常的寬 OK 那麼寬呢 就是說有人解釋說寬是因為 就是他的額頭特別寬 那這在就是 以面向來講就是聰明的一種象徵 所以表示是說他非常的這個聰明 OK 那他的作品當中呢 我們最出名的一個就是這個共和國 共和國裡面他其實有提到 我們剛才有稍微說到就是 他其實是反對民主政治的 他覺得民主政治呢 只是就是鼓勵呢 一個國家的這個暴民政治 然後最後終究呢 會走上亡國之途 那麼在共和國裡面呢 他有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就是說去支持為什麼 民主是很危險 他就把人大概分成三大類 絕大部分的就是我們所謂的一般平民百姓呢 他代表就是肚子 就是要吃東西的 他沒有腦袋他不會思考 他完全沒有這個領導的這個能力 那麼所謂的領導的人才 這生來呢 就是本來就是 就是缺少數 只有這些人才有這個能力 把國家代向 就是他因走的這個道路 OK 好 那我們再看阿里斯多德 這個亞里斯多德的這個部分 那麼亞里斯多德呢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他的詩學 那麼這個呢 當然是比柏拉圖更進一步 就是真的就是把重點放在劇場 劇本 他的這個批評評論上面的這個著作 好 那麼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呢 他其實有上下兩卷 那麼一卷呢 他的重點放在悲劇 第二卷放在喜劇 好 那麼我們之所以 今天會對於悲劇的了解比較多 不管是希臘悲劇 或者是對於悲劇的定義 你可以看得出來明顯那邊 喜劇清楚很多 原因是因為他的詩學 基本上也就是喜 就是評論這個悲劇的部分留下來 喜劇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已經失傳了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那就喜劇的東西 為什麼他的這個定義 是鬆散了很多 我們對於喜劇的了解 好 就是少了很多 就是相對之下 然後是這個原因 好 那麼根據亞里斯多德來講的話 那麼你要就是去分析悲劇的時候 那麼有六個主要的部分 mythos他指的就是情節 ethos就是指他的這個人物的分析 還有他的主題的分析 lexus指的是他的語言上面的分析 melos是音樂上面的使用 opsis就是指的是他的視覺 好 就像我們現在所謂的布景啊 或者是服裝 好 道具的這個設計上面 好 那麼亞里斯多德呢 就是根據他的詩學呢 最好的悲劇 好 那麼最好的悲劇呢 他最好是就是取材 他的情節上面的這個取材 他故事的取材呢 最好是來自於真實的世界 或者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故事 因為如此呢 才更能夠顯得出 就是這個劇作家 那麼他的這個實力 好 怎麼樣把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 大家都已經聽過 都已經知道內容 怎麼樣還能夠利用情節上面的 這個處理 然後去吸引觀眾 好 那麼我們也說過就是說 戲劇 他絕對文本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作品 文本只是他的一個部分 戲劇他之所以要成立 他一定最後要去面對觀眾 OK 所以呢 他 表示說文本之外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部門要去搭配 搭配的好 他才稱得上是一部好戲 那如果是說設計的非常漂亮 但是他的內容非常貧乏 他一樣是一齣爛戲 好 那麼早期的古羅馬的這個劇場呢 我們剛才也有稍微提到 基本上呢 他就是模仿希臘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劇場的表現好與不好 古羅馬人呢 他就是一個標準 模仿的像不像希臘 模仿的像就是好 模仿的不像就是不好 所以早期所謂的劇作呢 基本上來講 他也是翻譯的作品 這是最大宗 那麼據說呢 最早是Livius Andronicus 那麼Andronicus為什麼要在他的名字前面 冠上Livius 就表示說他的贊助人 是Livius這個貴族的家庭 OK 好 那麼據說呢 他的這個劇作 劇本創作的這個生涯呢 大概是從西元前240年左右的時候開始的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是 因為他是有貴族的贊助人 然後覺得他為了這個 到這個迦太基人 就是他們跟迦太基人打仗打贏了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就有那種就是慶典活動 他就要為這個慶典活動 就要寫劇本 那基本上他只是翻譯了一個劇本 然後就是從希臘文翻譯過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希臘人 OK 然後據說呢 就說這一件事情呢 後來就是Andronicus 就因此後來他就不教書 他本來是一個學校的老師 那為什麼不教書呢 因為寫劇本比較好賺 OK 所以他後來就不教書了 OK 好 所以你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說 欸這一個他出 就是第一次的這個嘗試呢 其實他在劇場上面呢 是蠻受到就是他的這個回饋 蠻受到好評 那也足夠呢 就是可以就是養活自己的 就不需要再去兼差 再做別的事情了 OK 好 那麼據說這就是 當時他所使用的劇場 現在其實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就是一個古蹟一個意志 OK 好 那麼其實呢 沒有多久以後呢 古羅馬人就發現到 如果說Andronicus 這樣子的一個劇本 可以受到這麼大的一個好評 那表示什麼 人聚集起來的時候 你就有相當的政治能力 如果你聚集過來的人 還喜歡你的話 表示他會願意聽你講話 你就可以去擺佈他 政治本來就是管理眾人 只是人越多 你的政治力量就越大 所以沒有多久古羅馬人呢 就是他們就頒布了這個禁令 禁止貴族再繼續呢 就是固定的這個劇作家 或是固定的劇團呢 去當他們的贊助人 就是避免有任何的貴族 可以藉由劇作家 或者是藉由劇團的這個表演呢 然後去控制大多數的人 去控制這個政治的這個力量 好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既然就是沒有贊助人了 所以呢 那麼最顯而易見的一個處理方式 怎麼樣呢 這些劇場的工作者 能夠保護他自己的權利 就是成立公會 OK 所以呢 我們看到古羅馬人 他們的這個 劇作家跟演員 那麼他們也就是在 差不多西元前206年的時候 他們也學的 就是希臘化時代的這些希臘人呢 就是成立公會 那麼他們成立的公會之後呢 他們不再尊奉酒神 他們覺得呢 就是酒神所 象徵的所代表的文化呢 就是喝醉酒 然後就是酒後亂性 他們不喜歡這樣子 古羅馬人他的民族性 是比較喜歡就是規矩 什麼事情要怎麼做 他是很崇拜理性的一個民族 所以呢 他們就是 所尊奉的保護神呢 就從酒神 換為Minerva Minerva呢 其實就是雅典娜 就是希臘 希臘民族雅典娜 那為什麼要雅典娜 其實雅典娜 她是公益女神 她除了是女戰神之外 她還是公益女神 所以就不再尊奉這個酒神了 好 那我們看到就是 呃 在共和時期呢 就只有兩位喜劇作家 Protus跟Terence 所以為什麼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講古羅馬的喜劇 我們只提Protus 或是Terence的作品 因為只有他們兩個人的作品流傳下來 然後在Protus跟Terence之間呢 為什麼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Terence的這個作品呢 他的影響會更大 因為他既然是寫下來的 表示呢 他流傳到後世去了 Protus的作品 其實是比較之下 在古羅馬的時候 他是 比較受歡迎的 他是真正在公眾劇場裡面 然後受到大眾好評的一個作品 但也因此 他的這個書寫下來的東西 就很少 OK 所以反而就是對後世的影響 不是沒有 但是相對之下呢 就會少了很多 好 那麼Protus呢 他既然是對著這個大眾劇場 他的這個是有固定的這些大眾劇場的 這些觀眾 他必須要迎合這些人的口味 對 所以如果是說呢 像Menander呢 就是太過於就是希臘式的這個作品呢 那麼 可能觀眾就會有消化不良的情況 他就必須要做一個程度上的調整 他不能夠只是單純的翻譯 所以他為了要迎合一般大眾的口味 那麼他常常就是Menander的作品裡面 他除了翻譯 改編 然後改編的時候呢 很多他的參考就是來自於一般 比較就是大眾化的鬧劇 像亞特蘭鬧劇或者是仿劇 這些地方呢 就是還會有一些梗 一些片段呢 就是作為這個取材 好 那麼如果說我們跟古希臘時期的這個戲劇比較的話 古羅馬人呢 他們的戲劇的劇場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 不像過去跟宗教的關係就這麼密切了 那我們看到古羅馬人其實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劇場活動有很多呢 其實他是來自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娛樂大眾 OK 那麼忌神不忌神其實倒還在其次 那麼因為要娛樂大眾的話 就是有個很大的重點就是你要親民 必須要讓大眾知道你在幹什麼 所以呢他們就發展出一個就是 所謂的人物 只要人物一出場 他固定的性格 他固定的穿著 然後讓大眾馬上就可以認得 而進而認同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其實我們之前也看過了 中間這個脆酸廣帝的是樂師 這這個是喝醉酒的這個年輕男子 然後扶著他的就是他家裡面的仆人 然後這是他父親跟他父親的這個好朋友 OK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其實 羅馬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著裝來講 其實跟古希臘是有很多很類似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那個影子 好 那只是差別是在於他們的主要的 就是衣服 他的設計最主要的一個基礎呢 就是這一件所謂的透感 OK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羅馬人他的這個娛樂活動 戲劇當然只是他娛樂活動的一個部分 那羅馬人其實不像希臘人 他們其實並不是這麼喜歡 就是單純的一個戲劇活動 可是你可以看到當戲劇活動從希臘 就是他們接收了希臘人的這個戲劇活動了之後 結果慢慢的他們很多其實 嚴格講起來他應該不是於 不是屬於劇場的活動 但是他們都會有添加所謂的這個戲劇效果 或者戲劇性在裡面 OK 好我們看看Rudy Rudy指的就是像娛樂的這種活動 好 所以我們看到在古羅馬來講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為了 就是要禁奉 也是因為這個宗教的原因 禁奉這個Jupiter Jupiter其實呢 就是我們希臘人的 Zeus 就是天神宗師 好 那剛開始的時候 也就最主要的這個天神 然後後來他們神就越來越多 因為羅馬人呢 其實他們蠻迷信的 欸你說迷信嗎 其實你可以看很多的民族 當他就是所謂還沒有開放的時候 好 大部分的民眾他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他就很容易去接受很多的神神鬼鬼 好 然後總是對這些不知道 不了解的東西 都會存的一種心態就是好 寧可信其有嘛 然後就保平安嘛 就我也不犯他 他也不要來犯我就好 就像這樣的心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羅馬人他們那個 要禁奉的神 就從一個Jupiter 然後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為什麼到了末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一年才不過三百多天 他就將近有三百天都在放假 都在過定假日 就會有產生這樣 因為光是神的這個紀念日 就佔了很多了 然後後面再加上 統治者的生成 好跟這個祭日 然後再加上他如果有什麼 豐功偉業的話 也都會放入這個 國定假日裡面去 ok 好,那麼最早期的所謂的Rudy呢 就是他們的這個娛樂活動呢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很簡單的 因為 呃 他們最主要最強大的一隻呢 是Ytrulian Ytrulian 好,那麼Ytrulian人呢 他們其實非常 呃 就是驍勇散讚 所以他們的活動 他們喜歡的東西 為什麼會是像馬術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他跟當時的戰爭是有關係的 你會不會騎馬打仗 然後你會不會駕馬車打仗 所以他們早期呢 最受歡迎的活動 一個就是賽馬 一個就是賽戰車 那過去的戰車就是兩匹或四匹馬 然後同時就是駕馭的這個戰車 ok 然後到後期我們可以看到他會越來越多 像Gladiator 呃 就是指的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格鬥士 或者是呢 呃 很多所謂 我們今天放在 呃 就是軍事演習的部分 在當時他們也是娛樂 比如說是水仗 好 也是他們就很重要的一個娛樂活動 好 我們先學習一下 嚕 馬 羅 祥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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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